政府表示有27個滯留摩洛哥的日本港居民 正是乘坐中國大使館安排的包機 安州會抵達廣州 政府說 那個27個香港居民 昨天由卡薩布蘭卡出發 乘坐中國駐摩洛哥大使館的包機 下午1時左右會抵達廣州白雲國際機場 他們不需要在廣州指定地點 進行14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不需要採集核酸檢測樣本之後 就可以乘坐特區政府專車回港 在阿博接受病毒檢測 陰性才可以離開 回家接受14天強制家居檢疫 政府表示仍然有18個港人 沒有乘坐包機 滯留當地會跟進協助